一,人生是一场经历,需要用心去体会,但并是一种人生涵养,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,以立种子开始,以欢喜心做事。 即使忙碌,也不会感到辛苦,反而觉得甘甜。 难行能行,难舍能舍,难能来,才能生化自我的人格。 二,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慢,人生不要设计得太急。 无论你今天怎么用力,明天的落叶还是会飘下来,人生本无常,无常是人生的一种常态,要学着习惯适应这种无常。 生命在始终的低档声中飞速流逝,早安。 三,当别人忽略你时,不要伤心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,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。 当你看到别人在笑,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伤心。 其实别人只是比你会掩饰。 四,努力想得到什么东西,其实只要沉着镇静,实事求是,就可以经一地,神不知鬼不觉地达到目的。 而如果过于使劲,闹得太凶,太幼稚,太没有经验,就哭啊,抓啊,拉啊,像一个小孩扯桌布,结果却是一无所获。 只不过,把桌上的好东西都扯到地上,永远也得不到了。 五,人在跳板上,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,而是跳下来之前,心理的挣扎,犹豫,无助和患得患事,根本无法向别人倾诉。 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,闭上眼睛,鼓起勇气,却跳过了。 六,人生不受来回漂,一旦动身,绝不能复返,人生如梦,岁月无情,默然回首,才发现人活着是一种心情。 穷也好,富也好,得也好,失也好,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 想想,不管昨天,今天,明天,能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。 早安,七,凡事要保持了观开朗的人生态度,无论在学校里或家庭中,避免过多的抱怨,挑剔和指责,遇事不忘超脱,放弃一切成见, 尤其在用餐时切记鼓呢,害怕,焦着活着难。 八,有些事,轻轻抱下,未必不是轻松,有些人,深深记住,未必不是幸福,有些痛,胆胆看开,未必不是历练。 坎坷路途,给身边一份温暖,风雨人生,给自己一个微笑,生活,就是体谅和理解。 把快乐让在心中,静静融化,慢慢扩散。 早安,九,生活要用心灵去感受,用包容达官的心情看待生活,即使处于生命的低谷,也会觉察到人生的美好与幸福。 那般软软,就在那一瞬,用心感受了,用心品尝了,便是幸福滋味。 深,人生很短,不要活得财累,在人生的旅途中,我们要活好每一天,就必须学会减点。 在生命的历程中,我们要使自己快乐,必须拥有坦然,以真诚为武,才会有快乐的明天,一坦当作罢,才会有小嫂的一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